好第六题这一个 我的2的后面我乘一个log10 然后这个搬过去 所以我log25乘x 等于log10 square加logx-1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log100x-1 所以我的25x等于100x-100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75x等于100 所以x等于100不75 所以他是4不3 好就是这样 好 这一边我有log5x 所以我把它换base 所以我就有log5x等于16 100 log5x 所以我就有log5x 整个东西的square等于16 然后所以我的log5x 会是等于加减square16 so我的log5x等于4 还有log5x等于减4 所以我的x 所以我的x 会是5 power4 6625 我的x也等于5 power-4 1 power5 power4 1 power625 所以他答案是x等于625 or 1 power625 好接着b的这一题的话呢 我把我把后面这个绑过去 我把后面这个绑过去 power绑过来 所以我都要log3 square乘2x 等于log3x加1 9 18x等于3x加1 15x等于1 x等于1.15 好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嗯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其实是比较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 两个都是log 然后我们就比较他里面的东西 好 第八题的这一个 我的2的后面 我乘一个log10 再把这个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log15的square 乘5-x等于log10的square 加log4x 所以他是log100乘4x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会有15的square 所以15的square其实是2255-x 所以我的2255-x等于1004x 然后25乘4 25乘7 225除25 9 然后100除25 那7 除25 所以 9545-9x 16x 45等于25x 所以 x等于45除25 95 所以x等于955 对了 好 好 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刚在这一边我把我的这一个搬过来了 沉进去 沉进去 好 好 第九题这一边 我再乘一个log2x2x 所以我就把这个搬过来 他就会变成log2x16 等于log2x2x3 加log2x2 所以他就会变成log2x2x3 所以我的16等于12x1 然后我的8就会是1x3 8其实是2power3等于x3 我左边POWER 2.3 右边POWER 2.3 然后这一个月月 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2POWER 2 这意思 122 286 好就是这样 好第十题这一题超难的 他要我们秀的这一个是这一个 so 我们有两种方式来秀这一个 一个是偷工剪刀板 so 我从 right hand side 开始 他叫我们秀的时候没有讲 一定是要从 left hand side 开始的吗 我就从 right hand side 开始啊 so 我就有 2 log 9x 加 2 log 9y 等于 2 log 3x over log 39 加 2 log 3y 除 log 39 所以他会变成 2 log 3x per 2 2 log 3y per 2 然后越越越越 加就变成乘 所以这一个就会变成 log 3xy 也就是我们的 left hand side so 我在这一边 我的 log 39 等于 log 33 square 等于 2 log 33 也就等于 2啦 ok 这一个是从这个有点旁门左道的感觉 就是说他不是老师希望你做的事情 因为老师希望你做的事情是从 left hand side 开始 等于 log 3xy 然后他就会变成 log 3x 加 log 3y 然后他就会变成 log 9x over log 93 然后他就会变成 log 9x 加 log 9y 加 log 9y 所以他就会变成 2 log 9x 加 2 log 9y OK 这一个也就是我们的 right hand side 我的 log 93呢 有两种方法来做 log 93 一个呢就是 Change base 他就会变成了 log 33 over log 39 然后 102 另一种方式是我的 log 93 等于 log 9 9 power 2分之1 因为我知道9 power 2分之1是3啊 所以他会变成1 2分之1 哇这一个超难的 这一个这一个 这一个会做的同学 看啊看你会拿你找啊 我觉得换 base 那个会比较容易啊 呃但是如果你讲省步骤的话 是这一个没有啊一样啊一样多步骤啊 ok 然后这一个是 log 39 log 39其实是他的那一个 2来的 好 然后 呃 所以在这一边 即使你做不到也不用担心 你做不到你还是可以去做下面的那个部分 可是你做做不到 你就要去做下面的部分也是做不到的啦 so下面的部分是这个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我们的这一个log3xy 我刚刚的log3xy 他就会变成这一个的好吗 log9了 ok 嗯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就等于10 然后 所以我的log9x 加我的log9y 等于5 所以我的log9y 会是5-log9x 这一个我交叉成 2 log9x等于3 log9y 这一个是equation1 这一个是equation2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2 log9x等于3 log9y log9y 这一个其实是log9y哈 是5-log9x 所以15-3 log9x 然后 这样的话我就有5 log9x等于15 所以我的log9x等于3 然后我的log9y 会是等于5-3 也就是2 这一边我sub log9x等于3 into equation1 这样 所以log9 2 3 然后他要找x跟y的valu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log9x 会是等于3 然后还有我的这个log9y等于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 x等于9 power3等于729 然后 然后这个y等于9 power2等于81 所以他是729跟81 ok so 729还有81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x等于729 y等于729 x等于729 y等于81 好这一题呢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题目 有一些老师很想出这样的题目 在这一个题目里面呢 我们首先要处理这一个log4 他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他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是 如果你看得出的话 他是log4 4 power2分之1 所以他这个是2分之1 ok 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你换base 这一个是log22 overlog24 然后log22其实是1来的 log24其实是2 power2 所以他会变成1波2 我把这一个丢来前面 然后log22其实是1 好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等于1分之1 我把我的9踢上去 ok 这个东西等于这样 然后我们把那个9 踢上去 所以我的log3 4x-5 等于9 power2分之1 9 power2分之1其实3来的 ok 9 power2分之1是3 so 9 power2分之1呢 他其实是3 square的2分之1 然后3 然后我的4x-5等于3 power3 3927 所以4x等于27加5 等于3是2 所以我拿到x等于8 所以x等于8 我们要检查答案对不对很简单的 你在这一边你就有log base9 log base3 4x-5 4x-5 2分之1 ok so x等于8 好就是这样 很神奇的一体 你你你不懂的怎样做的时候 你可能一看到的时候你会stuck 这样哈 这题要怎样做 啊 可是 你就把那个42都没有x吗 变成号码 然后再把base t 上去base t 上去 然后再来搬就可以拿到答案了